本院认为,被告人于华英为何取非法利益,多次拐卖儿童共计17名,其行为已构成拐卖儿童罪,主观恶性及身,犯罪情节特别恶劣,犯罪后果极其严重,应依法严惩。 10月25日,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回重审的被告人于华英犯拐卖儿童罪一案,一省公开宣判。 被告人于华英犯拐卖儿童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该案发回重审后,公诉机关贵阳市人民检察院追加起诉被告人于华英拐卖黎某等6名儿童的犯罪事实。 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经重审查明,被告人于华英于1993年至2003年期间,分别伙同龚显良、王家文为谋取非法利益, 长期在贵州省、重庆市、云南省等地流窜作案,物责儿童进行拐卖,得手后将被拐儿童带至河北省邯郸市, 通过他人介绍,寻找收买人进行买卖,以此获利供拐卖儿童17名。 当天宣判结束后,于华英拐卖儿童案当时人杨妞花等被害人及家属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于华英在每一次开庭的时候,面对我们的时候, 从来没有觉得自己是错了,他可以给我们任何受害家长去吵架, 受害的包括我去吵架,甚至在检察官在问他话的时候, 他都是一种很散漫的态度,但是今天不一样,今天从他进入场, 包括他今天的坐姿跟以前的坐姿都不一样, 他全程低着头,把他整个人缩在了一起那种感觉, 而且中途我有几次看到他的手在抖, 所以我能够感觉得到他是真的发自内心的害怕。 他现在的这种恐惧,完全小于我们当年爸爸妈妈丢了孩子的那种恐惧, 因为他现在只是自己,而父母担心的是孩子。 今天就是17名儿童已经这样定型了, 他也不会主动交代出来其他儿童, 目前也没有说其他的新的证据, 所以我现在就等待二审开庭, 会进行上诉, 但是无论民事赔偿最终判到什么金额, 其实我还是那句话, 哪怕不理解,但是完全尊重法院, 尊重法院的判决的, 因为我一直以来的目的就是希望他能够被研判。 在当天的庭审宣判中, 于花英当庭表示上诉, 对此杨牛花代理律师王文广进行解读。 上次发于重审, 这次是个一审程序, 既然是一审程序, 比如说于花英, 任何一个案件, 只要是一审程序, 被告人都有上诉权, 这可是任何人, 任何单位是不能剥夺的。 现在案件, 比如说在上诉期失签之后, 过了上诉期之后, 那么贵院录院会将案件移送到贵州省高院, 然后我们就等待二省高院的一个开庭审理。 前,我们掌握的证据通过多次的庭审, 那么我们认为目前指控他的这个17名被告儿童, 事实上比较清楚, 证据比较充分的。 我相信二审如果没有特殊情况下, 如果就说发现没有更多管外事实, 我觉得二审会坚持活回上诉, 为止据盘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